伙伴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我们喝下缩小药水 蛋仔会变 小伙伴们 我们把传送球扔出去 伙伴们 伙伴们 传送球会出现两个门 我们从第一个进去 会从第二个出来 对吧 对吧 yes 伙伴们 这是传送球的规则 那么 伙伴们 伙伴们 蛋仔派对 你千万不要做到事情 伙伴们 千万不要从传送球到第二个门进去 千万别从传送门的后门进去 为什么 伙伴 众所周知 蛋仔如果使用巨大化 蛋仔就会变大 对吧对吧 yes 伙伴们 这是蛋仔岛的规则呀 伙伴们 如果蛋仔喝下缩小药水 那么蛋仔就会变小 伙伴们 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在蛋仔岛中做过实验 就在蛋仔岛中有一个传送球 伙伴们 我们丢出去会获得两个传送门呀 我们从第一个门进去 会从第二个门出来 这个秘密大家都知道 伙伴 你们知道从后门进入的后果是什么吗 你们知道从后门进入的后果是什么吗 我来告诉你们啊 我来告诉你们啊 我爸 我爸 我不让你们从后门进入的后果是因为 快看呀 我在蛋仔岛中做了一个实验 我把传送球扔出去了 获得了两个门 对吧对吧 我从第二个门进去的时候 我竟然发现第二个门是没用的 所以啊 我才说大家千万别从后门进入 后门是假的 不能用 就是一个装饰品 我来说大家门进入的后果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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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大家门进入的后果是什么呢